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和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主要讲两单新闻 主题都是环绕黄友 第一单是有关于海外的黄友 他们趁着理工大学黑暴之乱的三周年 向英国提出制裁16名港府官员 究竟他们讲了什么荒谬的歪理呢 第二单新闻就是去到今时今日的香港 一些黄店仍然在店铺掛着涉嫌违反国安法的贴纸 结果警方上门调查 黄友跪下私酒收场 趁着今天是震报转烈点的三周年 一起探讨一下命患不灵的黄友 再搞事下去是怎样了 2019年11月17日 即是三年前的今天 是警方和理大黑暴对峙最激烈的日子 双方在早上击战到晚上 警方锐舞身陷火海一幕 大家都可以见到黑暴当时有多疯狂 根据警方的数字 截到2022年8月31日 理大骚乱有1393人被捕 另外有媒体也统计 去到今年的11月11日 理大内外因为暴乱而被检控的就已经有417人了 当中有20%的案件已经是审结了 定罪率也超过八成 时隔三年 随着暴徒为了自己的恶行而付出代价 香港都应该是向前走 偏偏就有海外的黄组织借题发挥 又要乞求外国制裁香港的官员 英国时间的11月14日 重光团队就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份73页的报告 内容就是有关所谓港府侵犯人权的证据 还要列出制裁名单 呼吁英国追究涉事港府的官员的责任 大家或许很好奇 这个重光团队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其实它的前身是由曾经在2020年1月1日 涉嫌骚乱被捕的揽炒巴刘祖迪 在2019年成立了一个叫做我要揽炒的团队 所分拆出来的 2020年的10月 它宣布我要揽炒这个团队就要分家 原因它的说法就是路线分歧 不过另外也有指是因为涉及1600万的筹款而反目 报告列出了16位的人士 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 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最离谱就是有3位英籍的香港执法者 包括现任香港警务署助理署长Rupert Dover 现任香港警务署助理署长David Jordan 和现任售贸平区副指挥官Justin Schaiff都有份 当年黑暴作乱 警方是依例执法都要被针对 还说要制裁他们 你记住他们三位是英籍的 你难道饮游这些黑衣人为非作大 都是当看不到吗 真是离谱了 今次有三位递交制裁名单给英国的 其中一位叫做Venice的代表 当年三年前她只是一个17岁的女生 上了前线做了灭烟小队 她的说法就说 李大被包围令到他留下了心理创伤 她又说流亡英国后有些无助感 希望趁着李大三周年这个日子 令到香港手足的牺牲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弹药 说到底也是黄黑一贯的歪理 明明是私暴者偏偏扮成受害者 大家都记得三年前的11月17日当日 不过只是有市民去清理路障 突然一帮暴徒就疯了线地扔转 结果就引爆对峙 想问一下这位当年17岁 即今天是20岁的Venice 香港只有黄黑是人吗 其他那些去执路障那些不是人 立场不同的你就要打人吗 你说你们被包围就留下心理创伤 其他被黑暴袭击而受伤的市民 那些叫什么呢 当日有暴徒一支箭地射穿警员的小腿 不知道你这位灭烟小队又看不看到呢 以暴力犯法只是敢用抗争包装 输到一塌糊涂就只懂得黑球爱国 如果要交报告黑暴侵犯人权 声援支持黑暴的人 又有没有列入报告里面呢 前区议员李迁朗 也是三个代表之中的其中一个 他就说希望报告能够加速 国国政府制裁进度 上一集焦点我们才说过 英国首相新伟成 似乎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有软化 将威胁改口成为挑战 如果今次英国真的接受制裁名单 我想请问是否和你们新首相 即是新伟成背道而驰呢 你真是要想清楚 这几年西方大力针对中国 香港一场2019年的黑暴 就真是成为了他们的弹药 不断轻风作浪 但这件事是否真的可以长久呢 G20峰会上不少西方国家的领袖 都有与中国交流沟通 黄克友以为自己可以主宰大局 可以与西方平起平坐 事实不过是人家的棋子 这件事才是他们最可悲的事 其实自从2019年之后 美国已经开始借黑暴之乱 来制裁中港的官员 一些黄友也在海外大力抹黑 很多时候我们都只能够可以在那里骂 而眼白白看着他们在乱说 我们只能够就是谴责他们 当然事件就涉及外交 决定权一定在中央手上 但港府其实是否可以向中央反映 采取一些措施去反击呢 当年英国推行的BNO5加1移民政策 中国外交部宣布不再承认所谓的BNO护照 作为旅游证件和身份证明了 这些主动的回应绝对应该要做多些 例如是否可以考虑 整合一份潜逃海外的违法分子报告 罗列他们所涉及的罪行 不要令到因为尽力履行职务的 香港官员白白地挨打 我们看完海外了 不如又看看香港黄友怎样出丑 话说同样在11月14日 有间店铺叫做博多拉面别天神 他们就在他们的Facebook出了贴文 他们就说他们的尖沙咀店 就被强力部门探访 也都遭到勒令要在夜晚停业 他们就表示坚持三年半的 绘马贴纸中告失手 就要立即撕走 他们口中的强力部门 当然就是指警方 原来当日警方就收到投诉 就在他们尖沙咀的食肆展示 涉嫌违反国安法的字据 今天警方就派警察到场了解 也都作出口头的劝语 食店方面也都表示 会移走相关的字据 警方之后就离开了现场 有店员就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就说警员来了 来到他们的店铺就逗留了 两个小时 还要赶走食客地说 店铺的负责人就说 其他分店都有这些敏感字眼的贴纸 也都已经清走了 他们就说在2020年 警方曾经要求他们清理 北角分店的巨敏感字眼的贴纸 当时就有给一日时间去处理 今次他们就说警方就没有给一日时间 叫他们立即清理了 所以他们就提出责疑地说 我觉得今次警方真的太仁慈了 如果已经不是初犯2020年要求他们北角店 被一日时间清理了 2022年再收到投诉 去到口头叫你们清理 不是立即拘捕你 是不是叫仁慈 我想问一下这位负责人 这位不知是什么拉面的负责人 警方叫你清除的时候 你不责疑警方 事后之后警方走了 你接受媒体的时候 你说那么多话 我觉得警方下次不是这些初犯 不需要被口头警告 真的拘捕他 原来警方回应 他们就说 其实他们只是逗留了半个小时 也没有赶食客 警方说现场只有一台客 只有两个人 我觉得这件事真好笑 好像说到你自己 否则警方出来回复 说到你自己有十几十台客 原来一台客只有两个人 还说别人警方 好像说到别人警方阻止你做生意 别笑亲人 其实综合两件事件 可以看到无论在香港还是海外的皇友 仍然都是用歪力自欺欺人 趁着李大黑暴败走的三周年的日子 好心 麻烦你早日清醒 更实际一点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